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前很多地方自炸油成了热门到处能看到开自炸油房的 这是为什么 因为眼下食用油的安全问题很受重视 什么地沟油 口水油都是有害的 所以一来二去自炸油又重新热起来了 自己备料眼看着炸出油 第一涂一个放心 第二是涂一个原汁原味 可是您知道开炸油房的人来说 最头疼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清洗了 这来炸油的人无非是带个三斤五斤 而且芝麻 花生 玉米 大豆 五花八门 每炸一种油就得清洗一遍 想想就觉得麻烦 今天我们介绍的炸油机就像长了三头六臂 无论是冷炸 热炸 花生芝麻都能够同时进行 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自炸油分为两种 一种是物理方式的冷炸 一种是炒制之后的热炸 由于热炸的香味更加浓郁 更受市场的欢迎 所以传统的炸油机大都是热炸 它体型庞大 胃口也极其惊人 至少需要上百斤物料才能开工 而一般顾客每次只需要炸几斤食用油 保持新鲜 这对于炸油房来说就很不方便 而且这还只是针对一种原料而言 如果要是换一种原料 必须要清洗 炸糖炸杆 那就更加麻烦了 要想把这一身钢筋铁骨给拆开来洗干净 这可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工程 那么有没有一种小巧灵活的炸油机 可以免去这频繁清洗之苦呢 发明人杨璐萍 发明项目多功能炸油机 广东东莞的杨璐萍 发明了一种多功能炸油机 这种炸油机相对体型较小 需要原料不多 每次只用几斤原料就可以生产 非常灵活 适应一般顾客的少量炸油需求 当前市场上的小型炸油机 一般都有一种功能 要么只能冷炸 要么只能热炸 而这台机器却能够一举两得 不仅能够冷炸 还能够进行热炸 更独特的是 它设计了四个压榨杆 能够同时进行炸油 速度非常快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整个过程一起喝成 一天能炸上百斤原料 能与大型炸油机相媲美 新发明一问世 就深受市场欢迎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 炸油机的效果 杨璐萍带着机器 来到一家乡村炸油房 进行现场验证 这一台机器 要与两台家用冷炸机 两台家用热炸机 同台竞技 看看谁的效率高 谁炸的油质量好 您是怎么个炒法 是冷炸热炸一块来 冷炸它要一段时间 然后在冷炸的关键 我们可以热炸 别再炒 炸好了我们就炒了 就你这边炸着 这边炒着 是吧 等你这个炒好了 这边也就下来了 是吧 对对对 那这花生怎么办呢 花生的话 等一下大方的 我们要清洗一下 就可以直接先冷炸 你不能把这个 两个炸花生 两个炸菜籽吗 那当然油不留得 在一个油厂里面 炸不了了 就是你这只有一个油盒 对对对 就是你这要是两个头的话 下去都是到一个油盒里吧 对对对 这次比赛内容 冷炸花生油 热炸花生油 冷炸菜籽油和热炸菜籽油 多功能炸油机 在炸菜籽的时候 一路领先 但在更换原料的时候 还是要被迫停下来清洗 这一下儿 可耽误了不少时间 最终 被四台家用炸油机 赶在了前头 炸油机好不好 最终要看 炸出的油品质量如何 记者现场请十位观众 对双方炸出的油品 进行评判 您这边是一二三四 四面红旗 那不用数了 那边是六个 说了一分 说了一分 因为它刚才它就炸了菜籽油 它清洗的过程中没有清洗好 不干净 所以它就很浊了 我估计它里面菜籽油都有 是吗 是啊 我的是专炸 这个单机炸那个菜籽 它那个颜色都变了 您看 您看这里边还真是有个菜籽啊 颜色都变了 清洗不干净 看见了没 真是有菜籽 有菜籽 比赛失败了 但杨璐萍毫不气馁 经过改进 研发出新一代多功能炸油机 这次 它把炒锅增加到两个 花生菜籽各占一锅 互不干涉 炒好之后物料下卸 中间有隔断 花生菜籽各走一边 压榨感也增加到八个 速度更快 炸出的油双管齐下 分别注入不同的容器里 井水不犯河水 有了新发明 杨璐萍更加有底气 决定再去炸油房 好好的比试一下 这一次 一定要让事实说话 把上次丢掉的面子 捡回来 杨璐萍 一高人胆大 为了更好的显示效果 他特意选取了最显眼的 黑芝麻和白芝麻 进行分头炒制 同时进行炸制 二者之间黑白分明 没有半点混淆 炸出来的油 也是各行其道 互不掺洒 让人大开眼界 随着黑白两色的油渣 越积越多 热气腾腾的芝麻油 最终新鲜出炉了 这个热脂肪还是炸出来比较香 热炸的香 是吧 就不知道你那个产量是怎么样 一天能炸多少油 每天可以炸到 可以炸到原材料600斤左右 可以给到你 至少给你八台都给家用的炸一起 是吹牛的 八台 八台 不会 绝对可以的 是吧 我觉得有点吹牛的 你一台机顶我八台 那就理一下了 他在这八个压榨头 要跟您八台机器比 您这有八台机器吗 机器 机器我有啊 有差不多有八台 应该有 我买了很多台机器的 哦 很多台 应该八台应该有 八台没问题 行 那要不然咱们一会试一下 是吧 冷炸热炸机器都来 你的比得过 我试一下就试一下吧 这次试的不行 你就不要来了 行行行 人都摆着满意 行行行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 多功能炸油机 和包括四冷四热在内的 八台传统炸油机 准备就绪 双方的炸油原料也全部到位 大战一触即发 消息传出全村轰动 街坊邻居纷纷赶来 围观助阵 我们今天又来到这 咱们再一次进行这个比拼 这个杨先生的这个发明升级了 我们进行的比赛也升级 原来是一比四 咱们今天是一比八 三二一开始 杨露萍发明的多功能炸油机 鲜声夺人 花生菜籽缤纷两路 冷炸热炸 齐头并进 八个压炸头像八条胳膊挥动着 不一会儿 冷炸的花生和菜籽都开始出油了 只见油渣如长龙排队上下飞舞 油滴如断线珍珠 磕磕透亮 整个机器从上到下 一体贯通 节奏紧凑而又流畅 再看传统炸油机队 也是热闹非常 物料像流水一般 汇聚在料斗里 队员们还不断用手清理着炸糖 除了四台热炸机暂时没动静 剩下四台冷炸机则开足马力 炸杆不断搅动 油炸蠕动着涌出来 油滴四溅 油河的叶面在不断上升 但即使是这样拼命追赶 却还是渐渐地被多功能炸油机 越甩越远 您的咱们已经炸完了 炸完了是吧 炸完了 这个菜子已经干完了 菜点炸光了 花咱还有一点点 菜子下来快一点 可得小 好 那边冷炸的都还有一半 您这可挺快 您这怎么这么快 因为我们要四个头 刚炸出来的叫做毛油 炭起来很浑浊 杨璐萍发明了一种过滤器 过滤之后 就是清澈透明的油了 王师傅 您看它这个过滤器怎么样 这个挺有意思吧 还可以 是吧 你看这个出来 这个油看着就很清凉 对吧 你原来没用过这个吧 没有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原来咱们这个炸出来油 要过滤的话怎么过滤法 那少的话 那小型的那一种的话 我就用那个筛子筛一下 让它自然沉淀了 筛子 哪个 我这里有筛子 这种筛子筛一下以后 就让它自动慢慢沉淀 就拿这个 行 那咱们一会儿看看到底是 您绿的这个干净 还是塌绿的干净 好吗 好 天上风云变幻 比赛场上也是阴晴不定 传统炸油机 眼看热炸的电脑程序完成 谁知道 有一台热炸菜籽的机器 却中途闹起了罢工 不出油了 而这时 多功能炸油机 却是越战越勇 发挥十分出色 眼看传统热炸机 还在紧赶慢赶 杨璐萍的所有比赛任务 却都已经圆满完成 而油房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奇迹般地 让那台中途弃赛的热炸机 又重现生机 返回赛场 经过一番苦苦之称 终于成功地完成了 热炸花生和热炸菜籽的任务 把热炸油浇到了桌上 好 咱们这个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 从速度上来说 这是您先完成 您这个 反正最后也算完成了 对吧 也算完成了 但是您的这个速度上 是要远远地 要低于杨先生的发明的机器了 对吧 接下来还是观众投票的环节 现场观众经过眼观 鼻纹等方式 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好油 把红旗放在旁边 最终以红旗数量的多少 绝出优胜者 哪边榨的油比较好 我觉得这边比较好 这边比较好 为什么呀 因为它色泽各方面都比较好一点 你看这边更透亮一点 比较浑浊 就是您觉得这边更透亮一点 对对对 香味也比较香一点 香味也比较香一点 而且这边它看起来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 那您在家都吃什么样的油 花生油 花生油 对 花生油比较多 对 那您是喜欢这个从外边买油 还是喜欢这个自己炸的这种 喜欢自己炸的油 那为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它有 小时候我们都是吃土炸的油嘛 是不是 那种就是妈妈的味道 那种香味 到我们到城市里面工作 就没有吃过这种油了 这种就是香酬的味道 咱们的这个投票的结果也已经出来了 尽管大家投票这个选举 我看谁的这个票数最多 这看起来结果很明显 这是这个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您的这个发明的机器是得了八票 您这边只有两票 在油房主的建议下 记者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农家乐 请那里的厨师当场建议 分别用这两瓶油各炒一个菜 然后请专家品尝 到底哪一种油的口感更好 营养价值更高 在厨师的建议下 选用了青炒丝瓜 同时采用当地的风味菜肴 白切鸡 用油来调制蘸料 更能体现本味 送到这样 这个是我朋友来的 他姓黄 他经营饮食行业已经二十多年了 是吗 您这方面专家 那您肯定对这个营养啊 这个包括这个油品 有一定的了解对吧 可以 这个一定 行行行 那就麻烦您 那个今天我们准备了两个菜 是用这个两瓶不同的油来炒制的 您尝一尝 您觉得哪个油 哪个油炒出来的菜比较好吃 您就把这个牙签 放到哪个菜上面 好吧 行 那麻烦您 好 您为什么觉得这个菜更好吃呢 感觉上这个油吃起来没那么腻 比较清香 比较用滑 而且这个好像炒的确实也比较鲜嫩是吧 炒的色子也比较鲜嫩 这是跟这个油品有关是吧 应该是 一定是有关系的 那您为什么觉得这个菜就是这个蘸料会比这个更好吃呢 这好像基本上差不多 没有什么不同看你 看起来是相差不大 但是这个还是比较清澈 比较色的 比较鲜味 然后吃起来的口感跟香气 香气比较清香 口感比较嫩滑 特显出我们白切鸡的原有的鸡的味道 咸味都显掉出来了 就是用很少的油就能品尝出来这个本来的香味 要蘸一点点油都显示出那个鸡的咸味 也比较嫩滑香 对对对 因为现代人都讲的养生是吧 尽量少油是吧 是的 是的 好 发明机 好 也是发明机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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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杨姨 目前杨祿平的炸油机能够压榨的物料范围极大拓展 包括了花生 芝麻 核桃 大豆 亚麻籽 菜籽等十余种作物 而这种新发明的炸油机也因灵活多样的功能和透明的全过程展示性 受到适用者的普遍欢迎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聪明的大厨 不过这位大厨可不是真人 而是一台机器 它的聪明之处在于和真的厨师是一模一样的 知道什么时候开火 什么时候放油 什么时候翻炒 您只要把食材倒进去 就可以袖手旁观了 让它一展身手 最终炒出来的是色香味俱佳的菜来 这对于不会炒菜的懒人来说 真是一个好消息 那它究竟能炒出什么样的菜 炒出来的菜味道又怎么样呢 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炒菜对现代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来说 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的活 准备好所有的食材之后 要加不同的塑料 选取不同的烹饪方式 还要注意掌握火后控制油温 这对那些缺乏训练 不会炒菜的人来说 实在是一件麻烦事 那么有没有一种 能替人炒菜的机器呢 发明人盛建华 发明项目智能烹饪锅 盛建华苏州人 喜欢精美菜肴 但天性比较懒 不爱动手炒菜 这反而让他有了一个 新鲜的想法 利用自己在硕士时期 学习的自动控制技术 发明一台会做饭的机器 先是这个也是刷饭 我们先把这个程序刷进去 你看这里面就是 第一个放锅片 第二个放勾芡 葱姜 青椒 就把它这个顺序来放到壳 你看我先把那个青椒放进去 那最后也不勾芡 对 但是你是两千分放在第二个位置 位置是放在第二个位置 这边就给你显示出来 你放到哪个位置 放到哪个位置 就不太清楚了 接下来就 面前起动就可以了 哦 现在是在加油 对对对 显示的变得红了 对对对 刚刚你再想了一遇 我去哪里 哦 油漠加油 像是所有的 自动加油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版本是自动转的 它那个加油的量也是控制好吗 你看这边写的是15毫升 这个加的15毫升的油 这是先放青椒的呀 先放青椒因为我们撕了很多次 发现那个肉片实验比青椒还要快 所以先放青椒这样的话先炒一块 我们一般在家里吃青椒肉片 对啊是不是 就我们也是我们这边城市吃很多次 那肉能炒熟吗 肉还移了一点 看青椒先放 肉后放写的肉炒的没有青椒的时间 你看哦 看着脚的倒也挺快是吧 不然怎么样 你看今天还有 还有18秒 放这个皮肤放了 都签了 95秒钟等于是一分半 一分半 绝对是一家 这个菜不炒熟啊 那我觉得炒不熟 你觉得呢 我也有 那这次的食材 你看加起来才一分半钟 是 对 那还有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 这青椒肉片才炒了一分半钟 能炒熟吗 要是没炒熟可是没法吃 机器就算失败了 看着脉下 你觉得这样熟了吗 跟上次相比的话 好像没有什么虎的那种是吧 是 颜色的 颜色的 怎么样 很嫩 熟了吗 好像是好了 往来往来往来 多长几块 我看看它最大块 对 大小最大块 对 你先咬半口 然后让我看看那个红结面 然后看是不是熟了 嗯 熟了吗 熟了你被碰 对 而且你弄了 蛮难的 是吧 你再尝尝青椒 嗯 熟没熟 反正 从卖下来看 好像没有出现上次那种 糊了的 然后还有 没熟的 今天也熟了 熟了 嗯 那现在是熟了 口感呢 你觉得这炒起来怎么样 跟你自己做的相比 跟我做的 嗯 差不多 比我的要稍微好一点 因为它的肉比较嫩 炒出来的肉比我炒出来的嫩 机器首战告捷 但是盛建华并不满足 他决定来一场升级比赛 和新级饭店的大厨打一次擂台 这可有点太冒险了 这智能烹饪锅虽然在某些方面 胜过了家庭主妇 但毕竟是一台初出茅庐的机器 要是和这些酒精沙场的烹饪高手对决 在众人看来 都未免有点太自不量力了 但不管大家怎么劝 盛建华都横下一条心 鲁班门前弄大斧 关公门前耍大刀 要验证这机器好不好 就得跟烹饪大师过两招 我看咱们这边盛师傅 也带着机器过来了 咱们唐大姐和咱们周大叔 旁边也带了两位 你们都做了多少年了 您呢 都好厉害啊 是不是 这边的对手好强大感觉 我害怕 那今天准备怎么来比赛呢 今天就是我这边呢 做两个本钢菜 本地下 一个是黑椒鱼 一个那个洋葱炒饭 您都以前想好要做人了 对对对 酥钢菜 那您呢 我呢 就做两个春菜 春菜 春菜 龚王鸡丁和那个鱼香肉酥 那旁边您呢 好 这样做两个就是说 鱼菜吧 鱼菜 做哪两个呢 一个烹饭大小 一个饱餐压 哦 听起来都不错 好 我看咱们现在都准备好了 食材 准备好了吗 三位 好了 来给个手指 好了吗 好了是吧 那这样 咱们三位大厨做出来 就放在这个方形的盘子里边 盛师傅 咱们就放在圆的盘子里边 好吧 好 那咱们就准备开始 吃 好 吃 你这是做哪个菜 黑椒牛柳 黑椒牛柳 你觉得这个菜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牛肉的烹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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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烹饭的那个烹饭 牛肉的火候是吗 对对对 这边也在烧了 一张鸟两盐菜 全放进去了 全放进去了 是吗 全放进去了 不是开始了 可以 这个人可以去拿三个 您这是做什么的 放鸡丁 放鸡丁 您觉得这个菜最难的是什么呢 放鸡丁 放鸡丁 鸡丁不用太老 鸡丁不用太老 火候要控制好 什么 火候要控制好 火候要控制好 嗯 嗯 烹饭到哪一步了 跑到好了吧 好了一跤 非常有了 真快 烹饭到这边就好了 好了 放鸡丁了 我这也好了 放鸡丁也好了 大厨们果然身手不凡 三下五厨二 一个菜就出锅了 可没料到 盛师傅那里 不见火苗望 不听锅蝉响 不坑不哈 也端出了一个菜 这两个都好了 现在是吗 对 你这个油门大家做得还挺快啊 你是比他们最慢做的 但是也能试出来了 这个好做吗 还可以 它主要是要考验什么呢 它呢就是这个 收汁的浓度 浓度 收汁的浓度 眼看机器追得挺紧 大厨们都有点着急了 您这做了几个了 做了三个了 做了三个了 现在在准备做什么呢 做羊肉炒饭 羊肉炒饭 这个做的是什么 这个是 鸡香肉丝 鸡香肉丝 这是爆香样 爆香样 好快啊 这机器炒菜还真是飞快 不一会儿 出锅的菜就摆了一排 但接下来的菜 对技术难度要求越来越高 就看这机器能不能应付得了了 你这要蒸了是吗 那咱们这速度明显慢了呀 这个 稍微慢了一点 那你觉得这个速度重要 还是口感重要的 我感觉还是口感比较重要 口感比较重要 那为什么咱们会比它们慢呢 因为我的菜比较不达一点 同样的菜呀就是 都做的是同样的菜 那时候我的工序比较 比较不达一点 比较不达一点 工序要复杂 所以你觉得你这工序复杂 是跟着保证口感是吗 就是 好 那一会儿咱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 咱们找顾客尝一下 这边有一桌 你们好 打扰一下 我们这边新做出来两道菜 然后你们能不能帮忙尝一下 看哪个好吃 好吗 可以啊 可以吗 来 鱼香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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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免费送我们的 免费请尝一下 好 我给太饭了 放盘子的 哦 圆盘子呢 圆盘子够干嘛 你真的可以吃的 鱼香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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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较稀一点 哪个方法 这个 那个时候你看 这个不太鱼香了 鱼香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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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整个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咱们一一报一下 刘大师 您这是 公报鸡丁和 鱼香肉丝公报鸡丁 清蒸如鱼 哪个营了 公报鸡丁和清蒸如鱼 对吧 咱们这边张大师 这是洋葬炒饭 那个黑椒营 两个营 两个营啊 刘大师 这边是刘曼大师 那个报三样 报三样赢了 营门大厦是 营门大厦是 营门大厦是吗 这边呢 营了是哪个 那就是 就是鱼香肉丝营了 对吧 其他呢 有一个营门大厦 还有呢 有几个就稍微差一点点 稍微差一点点 对 差一票 对 那这样的话 整个 你来宣布一下 咱们是 从速度上来说 是谁赢了 速度上是机器队营的 从品尝的口感上来说 是我们大师队营的 大厨队营了 是吧 我们现在速度上 已经远远超越他们了 就是 如果能在色泽上面 能做到漂亮 就可以 你可以多向姐姐大厨学习 是不是 对 你们以后多切磋 好吗 好 咱们祝贺你们 也谢谢你们 好吧 谢谢 春节来到 家家户户都吃了年夜饭 这年夜饭 主食南方和北方是大不一样的 北方有饺子 南方有年糕 各有千秋 不相上相 可这年糕做起来 麻烦劲了 一点都不比饺子少 要把大米先磨成粉 然后经过一道关键的工序 就是嗓倒 两个人轮番操作 反复锤打 直到打出年糕的粉 变得细腻爽滑 富有弹性 才算完成 可是打年糕 是个力气活 人也累得是腰酸被痛了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浙江辞城的许福君 就发明了一台打年糕的机器 能够代替人来嗓倒年糕 做出来的年糕 和人工打的年糕 在口感上也非常相似 那么这台机器 是如何来打年糕的呢 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传统工艺制作年糕 一共有七步工序 第一步将大米充分浸泡 第二步墨浆 第三步脱水 第四步碎粉 光是这四步 就要耗费很长时间 而且很费体力 这第五步就是蒸粉 将碎好的粉直接放入蒸桶中 蒙火蒸熟 接下来的第六步 也是最关键 最费力的一步 就是嗓倒 嗓倒的时候 需要两人配合 一个人用木锤 不断锤打年糕粉 另一个人不断蘸水揉搓 这样才能使年糕粉 既受到充分的锤打 又不会粘在木锤上 千百年来 年糕就是这样 一锤一锤打成的 打好的米团 还要经过精心揉搓塑形 有些还要烙上美丽的印花 最终成为色泽鲜艳 香气扑鼻 甘甜软糯的年糕了 发明人许福君 发明项目年糕机 今年52岁的许福君 生活在年糕之乡浙江辞城 近年来许福君发现 年糕越来越赢得 国内外人们的喜爱 需求量逐年上升 但传统工艺制作年糕 费时费力 供不应求 于是他就有了 发明一台年糕机的念头 许福君发明的年糕机的 主要装置是搅拌笼 它是由等距离的螺旋片构成 米团在螺旋片的推动和挤压下 随后年糕从出料口输出 通过传送带输送到自动切断机处 采用机械旋转切刀 进行年糕切断 完成年糕的整个制作过程 这年糕机还是个新生事物 能不能被广泛接受 许福君心里还没有底 他决定找一家年糕厂 现场试验一下 果然 年糕厂的厂长根本不相信 这没听说的机器能做出好年糕 在许福君的一再劝说下 双方展开了一场人机比拼 为什么我看到有的人那边比较多 有的比较少呢 少可以搞得快一点 马上可以搞好 这里出个人没有出 做年糕 那多的呢 多的呢 可以等我 他们小的搞好了 可以多的马上这里出 可以离得离得起来 接着干 对啊 这新发明真是鲜声夺人 雪白的米团填进去 就像流水一样倾泻出来 被切刀均匀地切断 变成了筋到软糯的年糕 做这么快 这年糕质量又如何呢 师傅 您干得累不累啊 不累 不累 很方便的 这个矿子 你们马上就好了 那您觉得等会比赛能赢吗 我们肯定赢的 一边是机器轰鸣 年糕粉迅速减少 干得热火朝天 一边是二十个年糕师傅 人人奋勇 各个争先 配合十分默契 场上充满了紧张气氛 师傅 咱们这边干不少了呀 你告诉我已经少了 已经不少了是吧 对 我看您年纪已经不小了 您 切得多了 那您觉得比赛 咱们这边能赢吗 能够超过机器 您觉得还是能超过机器 能够超过机器 紧要关头 人工队到底是经验丰富 训练有素 都是出了看家的绝活 我看您很麻利 您是可以双手来做是吗 那看来有了您 咱们人工队肯定能赢了 那是 我们真有信心吧 这机器真是速度惊人 猪行云流水 只见刀起刀落 做好的年糕 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不一会儿就堆满了架子 我们速度很快的 那您觉得等会儿这个质量 可以吗 质量也好 速度也好 光阶动也很好 年糕团连成一束 连绵不绝 旋转刀寒光闪闪 一切两段 机器的速度 已经远远超过人工队 但人工队仍然不甘示弱 分成左右两队 一队揉搓 如流星赶月 一队嗓倒 似金雷滚滚 木锤高起高落 锤大声此起彼伏 师傅 那您觉得待会儿 您能赢得今天的比赛吗 师傅 放心吧 师傅 您干这行干了多少年了 20年 20年了是吧 那您经验很丰富呀 对 很丰富的 那您觉得待会儿 能比过机器队吗 难 嘴上说得硬 手上却渐渐有些放松了 毕竟人是血肉之躯 时间长了都感到累了 不比那机器是钢铁做成的 只要通上电开动起来 永远不知疲倦 人工队也都筋疲力尽 十几斤的木锤 这时候重入千军 也是蛮多大 我们做这个机器 做机器好了 看来人工队的败相 已经很明显 再怎么奋起直追 也赶不上了 这机器生产出来的年糕 仍然源源不断 就连解年糕的人都跟不上 干脆休息了 任由光滑的年糕 一个一个地掉落在框里 现在我宣布了 还有一分钟了 咱们两边加油干呀 加油 加油 许师傅 还剩最后一分钟了 您这边的加油干呀 加油 加油 这场比赛从速度上 机器把人工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尽管人工队又重新抖擞精神 但毕竟大局已定 数量上是机器胜过人工 就看最终统计 到底相差多少了 停下来吧 都停下来吧 比赛结束了 别干了 许师傅 柴师傅 那咱们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 咱们面前都是今天 咱们两队的劳动成果呀 对啊 现在 您觉得您这边挺多的 对啊 我说做很多的 是年龄我们的多 我说我的多呢 人两边都觉得自己的多是吧 因为做出来形状不一样 好像这么看也看不出来 谁多是吧 对 对 对 要不然咱们还是那个称下重量吧 好 可以 怎么样 51.9千克 51.9千克是吧 对 对 对 那咱们来称一下人工队这边吧 是39.1千克 我们继续地赢了 人工队比赛输了 但厂长并不服气 第二天就是年高节 他建议双方再比一场 从质量上分出高低 我这个年高节改进好了 哪怕他最多的人 我也不怕 我很有信心的 我们机器队 机器胜人工 永远不也败 看来大家都是非常有信心 对对对 行 那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一位 本季年高节的负责人 然后请他来宣布一下 今天的比赛规则吧 好的 今天两队各有100千克的米粉 各有五个蒸笼 咱们今天采用现场蒸粉 现场制作 现场试吃的方法来比赛 看看哪队先把那些年高粉做完 而且做的口感更好 那他就是今天的年高王 我们有信心去跟他 有 我们有没有信心 有 好 三 二 一 开始比赛 双方摩拳擦掌金罗密鼓 这一次 人工队组成30人的庞大队伍 兵强马壮 志在必得 厂长坐镇指挥 队员紧密配合 凭借人数优势 在装粉的准备环节 率先拔得头筹 很快 五桶年高粉已经全部装好 接着就是蒸粉无火升起 热气也渐渐冒出 陈师傅 咱们这一桶能蒸多少呢 每一桶可以蒸20斤粉 那咱们100千克相当于是得蒸10桶 是吧 那现在有五桶呢就蒸两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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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桶的话 得蒸多长时间呢 蒸15分钟左右可以蒸好 15分钟左右就能蒸好 对 对啊 机器队慢了半拍紧随其后 也已经准备停档 蒸上了粉 徐师傅 看你们人手还是有点不足啊 够了够了 足够了 足够了是吧 足够了足够了 反正我看现在蒸粉是有点落后啊 没事 这根本不影响我们的精彩 蒸粉是决定年糕质量的第一步 如果米粉蒸不熟 加生了 就会影响年糕口感 整个接下来的比赛就泡汤了 这一次人工队士气如虹 要在辞成的父老乡亲面前 露上一手 让他们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年糕王 您觉得比赛等会儿别人能赢啊 应该是机器队吧 为什么呀 可是他们现在还是落后着呢 因为机器可能前期工序需要准备一下 但是他们准备好了之后 机器工序会很快的 好 我觉得吧 人工应该会 你看人工人那么多 而且他们都是老师傅了 那个我支持机器队 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个机器发明出来吧 肯定有您的道理 我想教育上肯定比那个人工队快 那您觉得做出来的年糕口味上怎么样呢 机器做的我还真没吃过 等一下做好了我多吃一点 行 那您就尝尝 好好 人工队率先完成蒸粉 热气腾腾的粉倒进石旧 开始嗓倒 为了这次的比赛 人工队提前进行了演习 分工明确 衔接流畅 不允许任何一个环节 出现窝弓的现象 好吃的年糕 不是光一个块就能行的 美味 才是王道 人工队大 没有了 由于机器队人手排不开 也没有统筹好流程 导致了做完了五桶粉的年糕后 才开始蒸剩余的 此时 人工队这边已经开始 嗓倒剩余的米粉了 干得还是很快的 对 对 对 这都好了 这都快倒好了 对 对 对 倒好了 不一会儿功夫 嗓倒完成 可以搓制年糕了 一条条圆滚滚的年糕 排成了整齐的长笼 而这时候 机器队的年糕粉 却还没有长 不一会儿功夫 庥了 打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慢慢拉近了与人工队的距离 只剩下最后一桶了 师傅 我看你们两个好像是最年轻的了 你们两个不会拉后腿吧 年糕鸡果然身手不凡 人工队快到手的胜利 居然硬是给翻盘了 现在就看人工队在口感上 能否扳回一局了 人工队在折腾里的胜利 有点赛 年糕鸡果然身边 一样热锅 也疏不在家里的胜利 本身手不凡 本身手不凡 不在家里的胜利 但也认为他那种胜利 没用胜利 本身手不凡 对 本身手不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上去好像机器队的那边工整一点 是吧 样子都一样 整齐 然后人工队这边好像也做得不错 对 我们做得可以 但是好像就是形状有些大小不同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吃吃了 大家有口福了 来排队一起来吃一下 两种工艺年糕各有特色 现场所有试吃的观众 如果投票的话 究竟更青睐于谁呢 您觉得怎么样 哪个好吃点 手工做的好吃 手工的好吃 为什么呀 有嚼劲 有嚼劲 好 两者都差不多 机器的味道可能比较新鲜一点 我觉得还是机器好吃一点 嚼劲的差不多 但我觉得还是机器做得美观一点 然后卫生一点 那咱们就请现场观众来投票吧 然后支持机器队的站在我的右手边 然后支持人工队的站在左手边 来站好 投票结束了 是吧 支持人工队的 一共是很好数 一共就六位 七位 是吧 年七位 好的 其实不用数了 这边一看就人特别多 是吧 我宣布机器队获胜 机器队是今天的年刚王 恭喜你 年刚王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节目 再见 它浓缩海洋鲜香 家畜甜蜜滋味 造就舌尖上的美味 它小巧思大构造 是丸转海苔的超级能手 想要代替传统手工 完成海苔加新的成型之旅 看它究竟有何神奇本领 能够如此波澜不惊 敬请收看外发明 海苔加新翠